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一轮公演 女队的成绩很糟糕 上下半场结束 全员惨败 而最让人关注的 当属周深 小哥哥的嗓音温暖而又空灵 对技巧的掌握和应用也都非常合理 内心这种强大的自信 他与宋亚轩合作演唱《桃花诺》 备受大家好评 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当然在周深在第三期录制repo 周深还唱了王心灵的《睫毛弯弯》 唱跳 很可爱 前两天 王心灵出席某活动 在采访时 他坦言 生生不惜三迎来了三宫 并正式开启主题竞演模式 节目或许有编曲 选歌上的不足 有细节上的瑕疵 面对观众的各种意见和建议 节目组也认真在思考 可以说节目组最新一期的舞台PK非常精彩 但是我们败了 哎 记者也是会搞事情 生生不惜三三宫女队为何会惨败男队 对此 王心灵的回复很大方 男队的获胜有实力的成分 也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存在 但就像人家周深说的那样 其实 玩得开心 留下值得回味的舞台就不需此行 谁赢谁请客 哈哈哈哈 不可否认 周深和王心灵很会选节目 制裁两个舞台 很多观众就已经再一次喜欢上它了 不知道你如何看待三宫的歌单 期待哪的组合呢 生生不惜三第三轮主题公演刚刚谢幕 却在音乐的海洋中激起了一阵波澜 女队在这场战役中遭遇了严峻的考验 上下半场皆告失利 成绩惨淡 然而 这场失利却为下一轮比赛蓄积了激荡的能量 本文将深度剖析这场音乐之战的表面和舞台背后 聚焦选手的独特表现 以及含红因慈善行动引发的社会关注 女队在第三轮公演中陷入了人数不足和歌手人气薄弱的双重困境 这使得他们在上下半场均未能成功对抗男队 成绩十分惨淡 然而 这场失败也为下一轮比赛点燃了女队逆袭的激情 对于那些支持女队的王牌歌手来说 这场失利将成为他们在未来比赛中的最强动力 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表演曲目 男女歌手们的音乐风采交相辉映 男队上半场的四首歌曲 由宋亚轩 荣祖儿 古剧姬 胡彦斌 陈楚生 周深 孙楠 汪苏龙呈现 每一首都散发着独特的音乐魅力 而女队的合唱爱人啊也进行女性歌手们的温柔和力量 引人入胜 地震突发 韩红临时奔赴一线 放下节目录制 展现出了崇高的慈善精神 这种坚持慈善初心的态度令人钦佩 面对录制现场可能需要支付的违约金 她义无反顾 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对慈善事业的执着 这一举动也引发了社会对娱乐圈更多人学习的关注 女队的失利并非偶然 人数不足和歌手人气薄弱是导致这场失利的主要原因 然而 这也引发了期待在下半赛程中 是否会邀请重磅天后林一连加入女队 为她们带来更多的支持和能量 这也将成为未来节目发展的一大看点 节目在双台播出 不同平台上的播放量和观众反响或许会呈现出差异 这也将是娱乐圈内值得关注的话题 观众的期待和反响对于节目的成败至关重要 而参赛歌手的表现也直接影响着观众的喜好 在下半场的跨队合作中 周深和王心灵演唱《睫毛弯弯》 代表了男女队的联合 展现了一种特殊的心灵默契 这种合作不仅能够吸引观众目光 也为比赛注入了新鲜感和亮点 生生不息3D三轮主题空演虽然女队失利 却在失败中埋下了下一轮逆袭的伏笔 音乐之战的深度与情感在每一位歌手的表现中得以体现 期待未来的比赛 更多的音乐精彩和感动将在舞台上继续展开 男队上半场的四首歌曲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歌剧特色的歌手们展示出独到的音乐才华 从宋亚轩和荣祖儿的纪念日到孙楠和汪苏龙的 No Fear In My Heart 每一首歌都勾勒出音乐的多彩画卷 这不仅让观众感受到音乐的独特魅力 也为男队在上半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尽管女队在这一轮遭遇失利 但他们合唱的爱人啊 却展现了女性歌手们的温柔和集体力量 这种团结一新的表现 或许在未来的比赛中会成为女队逆袭的契机 观众不禁期待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女队是否能够凭借团结的力量一举扭转颓势 女队失利的原因并非简单 韩红因为慈善行动缺席 使得女队失去了一位实力派的主力成员 这一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也使得观众对于女队的表现更加期待 在比赛中 个体的表现固然重要 但团队的凝聚力和完整性也是不可或缺的 生生不惜三的双台播出模式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观众对于不同平台的播放量和观看体验进行着比较 这种社交媒体上的热议也成为了继续关注节目的一大动力 观众对于各位选手的评价也形成了多元化的观点 这不仅关乎比赛结果 更关乎选手个体的粉丝支持 失利并非终结 女队在未来的比赛中或将有所崛起 重磅天后淋一连的加盟或许会为女队注入新的火力 使得比赛更加激烈而精彩 观众对于未来比赛的期待也将成为节目的持续看点 在下半场的跨队合作中 周深和王心灵的联媚演唱 《睫毛弯弯》即是男女歌手之间默契合作的美好展现 也为未来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这种跨界合作不仅为观众带来新奇感 也反映了音乐的包容性和多元性 生生不息3D三轮主题公演虽然女队遭遇挫折 但在这场音乐之战中 每一位歌手都展现了独特的音乐个性 音乐之战的深度与情感在每一位歌手的表现中得以体现 未来的比赛也将继续为观众奉上更多的音乐精彩和感动 由此可见 在今后类似比赛中应如何更好的均衡各方条件 确保公平竞争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与探讨的议题 同时这也提示我们 虽然比赛必有输赢 但比起荣誉与分数表现 更值得称道和记住的是每位参与者所展示出来 对艺术、对社会、对生活热爱与责任感 总结来说 生生不息3D三轮公演虽然纷纷扰扰、战况激烈 但它揭示出更多层面上关于艺术与人性美 责任与担当重要性 正如那最后所有歌手共同和唱让世界充满爱时 所传递出来一样 无论风雨变换 世事多难预料 在音乐面前我们都能找到共鸣点 在山梁面前我们都应该团结一致 让我们期待在《未来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中看到 更多具有高水准表现和正向价值导向相结合之作品